这么多年我给不了你的东西 我了点这一次 全都不足了 玉顶啊 听我的话 卖个好价钱 老师 劝祥吴玉顶的杨士奇刚刚离开 两人对话的目标 曲红吉便来到了吴玉顶的家中 此时的吴玉顶正在和孩子 争夺杨士奇送来的大炮模型 曲红吉赶紧阻止 并给出这样一句开门见山 哎呀难怪人家太后夸奖袁世凯啊 人家北洋造的东西真地道 意思很明确 我已经知道了 袁世凯的人来过了 玉顶跟着我这个老师 也让你受苦了 这句话的意思更明确 即使你已经同意了袁世凯的拉拢 我也不会怪你 这句话奠定了 曲红吉今日到来的谈话基础 更给出了曲红吉 为何要让学生弹劾自己的部分原因 来到那堂 曲红吉一眼便看到了 桌上放的渠档 这下更是坐舍了自己的猜想 曲红吉没有理会吴玉顶的解释 只是给出了自己前来的原因说明 曲红吉和吴玉顶之间 并非简单的师生关系 更是同朝为臣的同事关系 再加上吴玉顶始终坚定跟从曲红吉 两人之间又有着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甚至两人之间 还有着同属清流派的同党关系 各种关系加起来 曲红吉竟然从未来过吴玉顶的府上 处实有点说不过去 更关键的是 吴玉顶的家境贫寒 曲红吉纵然是两袖清风的连城 也应该给予相应照顾 现在袁世凯派人来拉拢了 曲红吉主动来了 其口中所言愧疚或许并没有错 其实 曲红吉所言的第一个原因 还只是客套而已 第二个原因 才是他亲自登门的原因所在 只不过吴玉顶误会了老师的意思 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学生跟着老师二十余年 这点定理还是有的 意思很明确 我不会接受袁世凯的拉拢 既然提到了定理 曲红吉自然更有话说 其实 曲红吉的这句话还是不对 李鸿章和荣禄的接连病逝 让袁世凯成为了汉族官僚中的代表人物 为了制衡袁世凯逐渐膨胀的权力 此起太后才重用曲红吉 明清时期 利用清流派压制实权派 几乎成为了惯例 当然 曲红吉还是有才的 只不过这个才能 已经不适合当前预备立宪的大局 接着 曲红吉问出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你说 我和袁世凯 谁做的对 他怎么能跟老师比 我们来看曲红吉的自我剖析 以往我也是这么想 风节俊丽操守廉洁 绝不与腐败正风通流合污 让后人论史论事 也知道我大清并不是完全黑暗 所以我自己 哦 还拉着你 整日里遵循的是古代圣贤之道 眼里容不得贪婪腐败 更看不得那些缺德的人 把持朝政 曲红吉研及了一个封建官场争论至今的话题 那就是无为的清官和有为的贪官 到底谁才最可恨 我们先来看曲红吉自己给出的答案 可我错了 也太黑了 道德操守 只不过是一丝烛光 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 可是道德的烛光 挡不住人家的鸣枪暗箭呢 时代的不同 造就了人们对无为清官和有为贪官的不同认知 朝局稳定 爱卿和艳 人们自然会更加关注道德层面的建设 这一时期的清官 自然也更有市场 可时局动荡 朝廷需要的是扭转局面 乃至力挽狂澜之能臣干力 贪不贪 负不负 烂不烂都不重要了 就此写太后掌权的晚清时期而言 保证皇权统治 稳住朝局形势才是关键 哪能顾得上整顿励志 纠正官方 岑春轩自跟随慈禧太后回栏 便开始针对亲王义宽和袁世凯 庄庄渐渐都足以令两人倒台 可慈禧太后为何就不下令处理两人 所谓保暖私淫欲 大清都要亡了 哪还顾得上扯这些闲篇 有了慈禧太后这样的统治者 朝廷腐败 社会黑暗 变成了常态 瞿洪基这等拥有政治洁癖的人 反倒成了异类 成了黑暗中刺眼的亮光 而非替别人照亮前路的烛光 所以瞿洪基反倒错了 袁世凯反倒对了 更关键的是 这类能干的贪官还往往握有实权 手里有钱 手里有权 手里更有用不尽的资源 会想尽办法将你拉进黑暗中 拉不进来就毁掉你 瞿洪基给出了这等言论 被袁世凯首先拉拢得无预顶 自然要把这个恶名先揽过来 那不怪老师 那是学生一时不慎 瞿洪基再给一波经典表述 不不不 这和你没有关系 你仔细想想 咱们和庆王袁世凯斗 人家是打的什么牌 咱们又打的什么牌 咱们打了一张叫整肃立志 表面上看正气凛然 昨儿个我才想明白 老佛爷不看重这个 他也不在乎你贪污腐败 可是你跟他离心离德呀 那你就是死定了 这一点呀 这么些年咱就没有想明白 你看看人家玩着闹着 又搞女人又搂钱财 可是政治上永远正确 屁股坐的永远是那正确的地方 那才是真高 对于这段话 原著小说中有这样一句总结 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 一句话 只要站位站得准 其他的都是小事 只要效忠于慈禧太后 你就是自己人 就能稳立官场 稳立朝堂 有些事本来是错的 可你站在领导一边 他就是对的 有些事本来是对的 可你站在领导的对立面 他就是错的 就算当时领导不给你争 可最终他还是错的 你平 你细平 接着 屈红基支开了吴玉顶 自己亲手动手 写起了弹劾自己的奏折 吴玉顶一看 慌了 老师 老师 你这是要置学生于何地啊 屈红基给出解释 这次劫难 庆王和袁世凯花了大心思了 我是怎么也逃不过去了 你弹劾我 我是个死 你不弹劾我 我也是个死 总之 太后不会再用我了 时至今日 屈红基倒台已经板上钉钉了 区别只在于 倒在哪位御使的手上 只是时间问题了 可吴玉顶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原因很简单 既然袁世凯开出的条件已经让其动心 但暗地弹劾和公开弹劾 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至于屈红基为何非要让自己的学生弹劾自己 他给出了既无奈又心酸 既现实又理性的回答 阴谋啊 你跟了我半辈子 穷了半辈子 跟着我没有得到半点好处 这一次 我想成全你一下 阴谋论以下 其实 徐红基非常清楚袁世凯拉拢人的手段 也能想象袁世凯拉拢人所能开出的天价 也就是说 他认为吴玉顶很可能抵不住这样的诱惑 所以徐红基给了吴玉顶一个台阶 更给了自己一个体面 甚至就连吴玉顶可能存在的担忧 徐红基也早已经想到了 你要说的我都想过 你弹劾我在庆王和袁世凯眼里 是大义灭亲 可在清官连历的眼里 你的名声会受到损伤 可我想啊 这点名声上的事 就如过眼烟云啊 贪官污吏做大唐 刚直征臣贬家乡 晚清朝廷已经黑暗如此 黑暗早已将光明吞没 谁还会在乎名声 最后 徐红基再扔一句足以击溃吴玉顶的话 这么多年 我给不了你的东西 我了得这一次 全都不足了 玉顶啊 听我的话 卖个好价钱 这让人无奈的现实 这让人不得不像黑暗低头的时代 秦温至此还是那句话 庆幸生在光明的新时代呀 真的很庆幸 明镜与点点栏目